泄密,习答应川普的是炮汤彭斯与习近平要当面交锋性新王妄议中央掉门高,川普总统在11月7日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已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过官方媒体报道的专项经费分配。 泄密中国制造2025战略仍在继续,有美国官员透露消息指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彭斯将当着习近平的面蓬,击中公司外港媒南华早报说,北京一直惯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刺激政策已不能解决问题,走市场自由化是北京唯一的选择明显与习当局的经济政策, 昌反调而南华早报,是受曾庆红控制的南华早报并非独立媒体,但每每给习中央拆台,是中南海前斗,的显现,2025中国制造战略,仍在继续,据中央社今天报道,中国官媒透露,中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经费分配图普日渐明昔,截至目前今年有429家单位, 供获人民币127亿元的国布经费资助,高科技领域约占40亿元美国总统,川普11月7日在记者会上说,中共已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 他指自己曾向中共直言,这个计划令人感到威胁性报道,指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 引述中国科技部消息,截至目前中国今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共计率向640项429家单位,共获得127亿元国布经费的资助, 涉及社会发展、高新技术、农林科技以及基础研究四大领域的38个专项赞助商链接, 具体来看2018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经费,在社会发展和高新技术,分别投入50亿元和40亿元占, 年度总经费的40%和30%,农业领域投入保持稳定, 2018年农林科技新批项目近100项经费,20亿元官方报道,引述专家分析, 随着创新驱动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科技体制改革红利逐渐释放智能制造, 农林科技、生物医药研发等领域,将在中央财政的扶持下迅猛发展, 而从科研经费分配对象来说,127亿元,国波经费分配对象主要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科技公司公司方面, 偏重于重大高新技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则以社会发展和基础研究为主, 官方报道,还透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公司呈现三组鼎立知识项目和经费的比重, 约为442,民营企业力量稍显薄弱,在获批项目中,民营企业参与度不高美国副总统彭斯亚太峰会在即, 彭斯将当习近平的面发席文猛批中共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彭斯11月11日启程前往亚洲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 他将在11月17日,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墨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BAC峰会并就美国的印度到太平洋战略发表重要演, 将日前在彭斯此次亚太之行的电话吹风,会上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透露, 彭斯在ABAC峰会上的这篇演讲,将深入和前面的阐述美国对地区安全构下以及战略险景的构想这名官员说, 预计彭斯在讲话中将再次强烈抨击中共,而这与彭斯10月初的演讲有关联, 当时,彭斯在演说中,前面抨击中共被外界,称作是向中共下达的席文。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11月11日,也报道称彭斯此行的重点, 是在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论坛上发表的演讲。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在其之后, 彭斯也将就美国印度到太平洋战略发表重要演讲, 并当着习近平的面继续抨击中共的威权主义和侵略上述美国官员 还透露,彭斯将宣布美国政府出资600亿美元, 对印太地区,各国提供经济援助,以抗衡中共的一代, 一路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港媒, 北京要走出贸战困境,只有一条路在助商链接赞助商, 链接中共第三季度GDP的实际增, 常率降至6.5%,是过去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不少经济专家认为, 未来几个月中共经济环境将会变得更遭香港南华早报, 11月11日的报道说,中共的政府干预刺激措施已不再能解决问题, 在1998年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 北京也曾采取扩大信贷以及对基础设施, 进行资本投资来保持其经济增长, 报道指出这种投资往往导致产能过剩、浪费, 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换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 中共过度依赖信贷的经济策略引发巨额债务, 以达到危险水平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坎罗格夫近日表示中共过于依赖举债和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这种模式无法继续前进,可能会引爆下一次金融危机。 2017年7月21日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访谈时表示 马云虽然是中共购买的南华早报出资人, 但对该报的经营权和控制权, 却在中共港澳工委手里港澳工委的实际控制人是曾庆红, 南华早报明显是在和习近平当局的经济政策, 差散掉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